本思以光授而已 授尽一切无量 本思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 无量授佛 把他说了两种 一个是无量授 一个是无量光 用光授把一切无量全包括在其中的 光是很并是否 我们今天讲空间 说是数穷三级 我们讲世界 时间跟空间 混书交切就是发解体 发解体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就是设想 就是真如 那本来是这个样子 居士体做弥陀神土 弥陀的神是发解体 弥陀的土居住的环境是发解体 一切局局实体做弥陀明号 一切局实体做弥陀明号 事故弥陀明号 这种深奥的弥陀明号 这种深奥的毅力 知道的人不多 真正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为什么 也许读过这个经 知道这会有事情 没放在心上 也就随便看过去了 不知道这句话重要性 众生 本就离题 就是众生的自信 就是我的自信 就是我的真心 中风禅师说得很好 我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生过心 这个话是一点都没有说错 他本来是这个样子 只是现在我们自己 把真心忘掉了 把一些拉起拉拔东西放在心上 心里面常常惦念 不能放下 那种恶索 那种恶索 全是虚妄 全是假的 假的里有真的 真的忘掉了 完全重视这些幻想 假东西 起活 早夜 敢 六道里面的 不如意的国报 所以干这个事情 祝佛如来 看在眼里 很感叹说 库列明知 你们本来是佛 本来是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没有两样 现在沦落成这个样子 是你自己做的 没有人诱惑你 没有人陷害你 自作自受 他还不甘心 说是别人害他的 怨天诱人 罪上加罪 在这个金的幕后 把弥陀名号的功德 又详细说了一番 祝佛如来 诸四大德 无尽的慈悲 表现在这里 有点兴趣